大家好,我是游书老K,感谢大家的一路支持,我们接着来看连环画《杨家将演绎》的第六回,大家看书别忘了点赞、评论和关注,谢谢大家。 上集说到,幽辽未下,君臣做乐业深蓝,继此,辽帅耶律休哥,显然入汴京积叹,得知中国朝廷丹于酒色,憨隐无度,遂再度呈宋不备,入侵中原。 消息传入汴京,太宗大怒,派曹斌、攀仁美、胡延赞、高怀德率兵十五万,出师未边。 宋师离了汴京,攀仁美、高怀德出环州急进,曹斌、胡延赞向新城进发。 曹斌步日夜兼城,赶到新城十五里外扎下营寨,宋、辽各自摆开阵势,两军对峙,守新城辽将赫斯,引其出城,胡延赞挺江越马。 直取赫斯,双方齐声内喊,两将拼杀三十余和,赫斯立切不知,拨回马头便走。 胡延赞奋勇直追,都被一枪刺去,赫斯落马,辽兵全线溃败。 宋军一举攻下新城,驱兵深入辽境。 非狐陵守将彭义、伦府来战胡延赞,被延赞活活抓住,宋军如潮涌进,辽兵降者无数。 宋军右下非狐陵,长驱进入灵丘,辽将胡达提刀直冲宋赢,胡延赞举枪交锋,血战一百回合,不分胜负。 胡延赞思度,此人永利过人,必须置取,遂勒马绕阵而走,胡达拍马追来。 延赞撤出金边,带胡达接近,赞举边兆头批去,胡达立地死于边下。 曹斌以迅雷之势,领兵演机,辽军大败。 领秋一战,得辽军降组五千人,牛马资重更是多不胜数。 捷报传到汴京,太宗惊喜不尽,下令曹斌潘仁美一同进兵。 曹斌刚得指,潘仁美讨辽大军已出雄州。 潘仁美率师来到领秋会见曹斌。 曹斌道,皇上有旨,令你我联合发兵,今当整军禁机。 潘仁美从之,急率众望桌州而去。 辽将耶律修哥闻报宋师已指向桌州,下令所不及尽,于桌州城南下寨,与宋营只隔五里之地。 耶律修哥从失败中得出教训,他对耶律沙说道,宋师深入辽境,一路跋涉,你可以引二万精兵屯于城南,待其历劫而后席之。 耶律沙一令去了,修哥又召华盛道,你以一万步兵兼避灵秋显处,设伏兵于林中,以绝宋之良道,不得有误。 华盛一领计而行,耶律修哥调前已定,严令诸将物与宋师正面交锋。 到了夜间,修哥则派出轻其骚掠宋营,日间只是虚张声势,借以消耗宋师实力,错其锐气。 事实,宋师自持世盛,近日在城下讨战,每到夜间,又得防备辽兵的骚扰和抢掠,搞得宋兵日不能战,夜不能寐。 宋朱将奇极商议,攀人美丽臣,贼是方锐,且我地理不熟,不如据雄舟为上策。 高怀德说道,若如是,辽兵之我良尽,成徐来袭,反为师计。 曹斌建筑将议论纷纷,莫中一事,于是他乃决定各营军事,果粮待食,即日攻打卓州城。 夜律修哥呼闻宋师咒至,遂下令夜律杀,不须成须出兵,令夜律那领兵一万埋伏朝林代敌。 修哥则自与夜律西底,引进旅出骑沟观营战。 宋师行了一日一夜,且间蜀天,人马饥渴,将近中无,突欲耶律修哥军马一字排开。 高怀德首先出马,大骂道,辽将肃降,饶你一死。 夜律西底纵其无辅,直取高怀德,怀德举枪奋战。 不述河,西底忽然拍马变走,怀德紧追不舍,曹斌催动中军驻战。 夜律修哥接住曹斌交锋,且战且走。 宋师不觉挤入骑沟关口,忽然朝林那边一声炮响,扶兵杀出,将宋师冲作两劫。 曹斌始料不及,惊恐中勒马回走,但辽兵以万弩净发,曹斌坐骑忠实倒地。 正当危急之际,胡言赞单旗冲道,主将勿忧,可随我杀出。 胡言赞在前,曹斌在后,拼死杀出重围。 曹斌回头望去,但见宋军人困马伐,溃步城镇。 耶律沙所领精兵,呈宋师大乱,超入攀人美镇后,将人美围在河心,不将高怀量来回拼杀,也难以破围。 胡言赞宝出曹斌后,见南面尘土滚滚,喊声震天,急又回马池往救援。 他行不多远,果见人美施马丢亏,逃奔而来。 胡言赞大呼,主帅勿惊,遂沙退追兵,救了攀人美。 高怀量仍在力战耶律沙,但他己失去后盾,陷入辽兵重围,被迫退到岐沟关口。 在后无军马接应,嫌疑无险可依的困境下,耶律沙杀到面前,居高临下,直取高怀量。 高怀量人马皆已困乏,无力招架了。 待高怀德赶到,怀量已战死于马下,耶律修哥右率部从侧背沙来,怀德支撑残局,斜染战袍,随其右军遭杀尽。 耶律那伏兵大举包抄高怀德,剑如飞黄,怀德右臂重剑,他忍住剧痛,拔十九血而战,撩兵胆寒。 高怀德撩难取胜,退役无路可走,不免仰天长孝,我为中国大将,生不能克敌卫边,当以死报国。 高怀德与马背上自吻而亡,耶律修哥等城市追赶,又直雷雨报下,宋军兵败如山倒,更加狼狈不堪。 极致南渡马河时,辽追兵尾随破上,宋军被杀死和溺水而避者不可计数。 曹斌攀仁美领了残兵,逃渡马河而去,耶律修哥不再追赶,收军回营,马河上扶尸断流,骑钩关前,气下盔甲,资重堆积如山,宋师惨败。 宋师退守新城,祭典将士,折去兵马六万余人。 曹斌回到汴京,朝见太宗,已出师不力,上表请罪。 太宗解去他的兵权,将之使用。 一日,太宗与侍臣一先帝在日,与武台山许下香苑未仇,要亲往还苑。 叩准奏道,武台山与藩辽接壤,一旦知情,兴师来犯,如何得了。 太宗于色,攀仁美怂恿着说,杨涅长子杨渊平,文武双拳,敌人文之丧胆,若由他保驾进香,则稳如泰山。 太宗听罢大悦,急令杨渊平为护驾大将军,带进军二万,刻日启程,前往武台山。 杨渊平得指,点好人马,不几日,太宗车骑离了汴京,三军一礼,望太原进发。 且说宋太宗的车架前呼后拥,浩浩荡荡轰动了武台山四僧,长老致从帅僧众迎接鱼龙金义。 次日车架到达四门外,引班官迎太宗进入方杖室坐定,文武官员两旁势力,思义官献上香礼,四僧捧着礼仪送往大殿佛案排列。 世臣随皇帝进入佛殿,四僧敲动忠谷,太宗攻身拜祷,一为还先帝之愿,二为百姓天太平之福,三愿黄图永拱,四海生平。 过了一夜,众臣齐奏,香愿已还,武台山尽在辽境,移速还经。 太宗不快地说,孤身举九重,难得来此,多留一日无碍,众臣只得从命。 于是,四僧前头引路,侍臣随太宗步出寺庙,观望景致。 果见层鸾叠翠,万风在目,太宗摇指前方问道,那荒草连天,却是何处? 那是幽州,古来建都之地。 太宗听罢,情不自禁,还要前去一游。 八王盲劝祖道,翻聊陈兵边境,前去那是自投陷阱。 太宗不听劝说,车架即日离了武台山,来到滨阳地面, 胡见前头不远,经其蔽日,尘土飞扬,探马回报, 前有翻兵挡路。 太宗问谁,可去探看,一人应声而出,陈前去其拿好了。 只见他身长七尺,威风凛凛,乃保驾将军杨渊平。 杨渊平率军马,杀奔而去,翻阵骑门开处,闪出一员辽将, 名叫耶律奇,生得面如黑铁,眼如流星,是一把大刀, 叫道,送人好生退去,饶你一死。 杨渊平大怒,提枪越马直,取翻将,翻将五刀来营, 两下喊声震天,两将站坐一块。 耶律奇自然不是杨渊平对手,力切拨马便走。 宋兵城市掩杀,翻兵大乱,自相践踏, 渊平追杀了无礼之遥,回见太宗, 太宗十分欢喜,遂尽滨阳驻扎。 耶律奇败回幽州,消后得知详情, 跟诸将说道,往日兴师伐宋, 长途跋涉,而今机会难得, 何不出去,捉他回来,以报身仇。 颜未必,反王耶律上跪奏, 愿驱兵前去秦筑宋帝献上。 韩岩寿也要同王, 消后当即赐酒鼓励, 拨给一万骑兵。 耶律上领兵出了幽州, 一路快马加鞭, 开抵滨阳城下, 把滨阳城围得水泄不通。 辽师功成之猛烈, 非同寻常, 吓坏了太宗和他的侍臣辽淑。 太宗登上城楼观望, 只见四下帆兵, 步齐云集, 连营树里。 太宗悔之莫及, 只好问道, 帆兵是胜, 如何排除危难? 攀仁美忧心忡忡, 奏道, 杨液屯强兵于带州, 与幽州紧连, 派人速往搬兵, 必能退敌。 谁去带州? 渊平自请前往。 杨渊平藏好太宗的指令, 披挂上马, 开东门杀出, 郑玉藩将刘碧拦住去路。 渊平也不答话, 奋臂一枪刺去, 刘碧翻身落马。 渊平成是杀退辽兵, 望带州拍马, 飞奔而去。 渊平见到父亲, 晋上圣旨, 晋述滨羊被围经过, 而今朝不保夕, 即带清带州之兵迟网救驾。 杨令公得职, 除去留守者外, 遂发兵启程。 父子八人, 晋率带州之众出了城门, 朝滨羊奔及。 藩兵少马暴入辽营, 天庆王耶律上级, 诸将计议对策。 杨令威慑四方, 辽将避其锋芒, 不等对阵, 撤了包围, 退离滨羊五里之外。 援兵抵达滨羊城下, 杨令深知辽兵不战而退, 其中必包藏, 阴谋无疑, 遂告诉众将, 写入城建架, 再图退兵破围之际, 太宗见了杨令, 喜不尽言。 杨令奏道, 辽兵骤退, 必将再度来围, 望陛下火速出城, 臣父子当拼命保驾, 太宗仍要等明日起行。 果然不出杨令所料, 不多时, 辽兵父又如朝永来, 依旧围了城阔。 时机作诗, 太宗大惊失色。 次日, 杨令父子登上城楼, 观察敌情, 弹剑翻辽八面屯兵, 军马雄志。 杨令叹道, 如此兼兵重围, 吴父子虽能杀出, 又如何保太宗和重臣无伤。 令公面对几个儿子, 沉思自语, 如能得到报国尽忠之人, 渴望脱险而返。 冤平应道, 若有破敌之计, 而情愿舍生, 拼死而行, 令公大喜。 既一既定, 杨令启奏太宗, 纵观敌阵, 若要突围, 除非学汉朝寄信, 就高祖离行阳之计, 一级乍陷详书与藩辽, 而后顿出宾阳。 此计虽妙, 让谁来学寄信? 杨令应道, 臣长子冤平愿行, 其皇上诉作详表。 冤平又禁言道, 若待城破, 则玉石俱毁, 虽留有臣父子, 又有何用? 戏冤平就驾, 太宗自残道, 此人者所不为, 正在议论间, 守城军事来报, 城南门有支撑不住之势, 辽兵将要攀叠而上, 危在旦夕, 冤平又揍, 陛下快脱下御袍, 臣父杨业与六郎炎昭, 七郎炎四宝, 车架出东门, 小臣与第二郎, 三郎, 四郎, 五郎出西门乍降, 不然君臣难保。 太宗不得已卸下御袍, 龙车法驾之巨尽交冤平, 而后遣使者向辽营送去了祥书, 次日, 滨阳城楼上插起祥旗, 此时, 藩仲云集, 刀枪并举, 等待宋军出城, 冤平端坐车中, 黄旗六面, 前遮后庸, 徐徐出了西门, 藩将天庆王耶律上, 帅重将戎装整齐, 列于旗下高轿, 寄送天子, 情愿出降, 请下车架相见, 冤平揭开罗曼, 见藩王端坐马上, 十分威风, 冤平毫不气愤, 即刻抬弓搭建, 瞄准天庆王井下射去, 一声响触, 耶律上映闲藩马, 死于剑下, 冤平射死藩王, 闪出车外, 立声叫道, 我乃杨令公长子杨冤平, 有勇者来战, 韩岩寿怒不可遏, 下令藩兵捉拿冤平, 越马杀了过来, 藩兵蜂涌而至, 冤平安马未备, 迎敌不及, 被韩岩寿一枪自落车下, 杨冤平为保大宋江山, 慷慨捐躯, 二郎严定正要来救, 耶律骑派马而出, 二将交锋, 严定虽勇, 然而不足以溃, 藩兵杀到马前, 将他包围, 辽兵不怕死, 轮番滚地而上, 砍断了严定的马蹄, 严定被掀翻落马, 遭千军乱骑践踏而死, 三郎严徽见势不力, 冲出重围, 不上一里路, 坐骑被迫奔入一片鲁尾地, 中了长沟和半马锁, 严徽一头栽倒马下, 四郎网救不及, 眼看严徽被乱刀砍死, 慌忙杀出, 而含严兽耶律齐的追兵, 又把他团团围困, 四郎中被辽兵俘获, 五郎严德单枪匹马, 杀退追兵, 避入林中, 想起在五台山时, 志从禅师送他一只小侠, 吩咐他遇难则开, 杨严德从怀中取出小侠, 揭开一看, 原来侠中藏的是一柄剃刀和一纸剃度文书, 严德不多思索, 明白了志从禅师的用心, 五郎当即卸下战袍头盗, 挂于树枝之上, 接着又把阔府去饼, 将府收入怀中他仍珍藏起兵器, 没把他一起扔了, 最后五郎自己剃去长发, 上了麻, 竟直往五台山池去, 杨严德心灰意冷, 看破朝廷, 出家卫僧去了, 辽兵仍在冲东击西, 杀至黄昏日落, 使之宋太宗早已逃出东门, 远去二百余里之遥, 寒言受上当受骗, 懊悔无极, 只得明金收兵, 这一战役, 藩将杀死杨家三元大将, 升秦一元, 宋兵损失惨重, 辽军大获全胜, 半师回幽州告捷, 预知后续故事, 请看第七集, 杨业晋节 杨业晋节